一个日本籍的韩国移民酷爱欧美金发女 采用迷幼侵犯的方式 十年间胁迫多国女性 拍摄了近四百部的成人录像 警察名的受害者就高达一百五十多人 影响之恶劣呀 连英日两国的首相都知乎好家伙 你可来了猫猪拍案又上心了 这期咱们一起小刀拉屁股开开眼 说说日本十大凶案之成人录像杀人魔事件 事情起头是2000年7月1日的一起失踪事件 失踪者叫露西·布莱克曼 22岁英国人 曾在英国航空公司做过空姐 相貌很是漂亮 后来因为嫌正的少 跟同学跑到了日本东京成了陪酒女 您别小看这个工作 在日本这种异国情调的金发美女 特别受本地土豪欢迎 满足了他们某种征服老牌帝国的幻想 当然他们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2000年的7月1日 本该上晚班的露西直到夜店打烊都没有露面 手机也关机了 下落不明 他的同学报了警 但警方说了 说失联超过72小时才算失踪呢 先回去等消息吧 象征性的调查了一下 没发现什么线索 隔了一天 7月3日 这位同学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对方自称高木黄 说和露西在千叶准备参加一个宗教组织 不希望有人打扰他的修行 这可太可疑了啊 我相信任何正常人都会报警嘛 朋友第二次报了警 警方还是那句话 知道了 回去等消息吧 你能说当地警方混日子吗 是 但也不全是啊 像露西这种非法打工的外国女性 其实工作内容都不怎么单纯 懂的都懂啊 干着干着熟了呢 经常就会被一些土豪偷偷给养起来 逃避移民调查 灰色交易嘛 见怪不怪了 但是露西这个同学他没法交代啊 俩人一块出来的 现在人没了 他说不过去啊 赶紧给英国的露西家人报信 日本警方指望不上 咱找英国媒体 什么BBC每日电讯报 泰晤士报 卫报 能摇的都给他摇来 跟踪报道 舆论施压一套组合剂 哎 政府他就怕这个 也是巧了 7月22日 日本开G8峰会 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 送了个大助攻啊 开会期间 他当面问时任日本首相森西朗 露西那事儿查怎么样了 森西朗都懵了 什么露西 哪个露西 我得不知道呀 这就赶紧表态啊 红豆尼斯密麻塞 散了会 敦促警方赶紧去查 你别说 态度还是很端正的 但是呢 也就仅限于态度端正了 就等了一个月 日本警方还是没动静 露西家人说 等你们了 黄花菜都凉了 我们自个儿来吧 公开开始宣赏 从一万英镑一路涨到十万英镑 向全社会征集线索 有线索吗 还真有 一说有钱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出来了 有说在香港见过露西的 有说可能遭遇了人体器官贩卖的 还有说露西被催眠之后夹带毒品出国的 反正各种说法是一个比一个猎奇 其中有一家叫周刊新潮的媒体 提供了一套线索 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爆料 日本有个通过炒地发家的商人 对金发女郎有着特殊的癖好 经常把在夜店打工的白人女性骗回家 迷晕侵犯 还拍成小路径 不过当时大量的垃圾信息是越扯越离奇 这条情报呢 由于过于像倒过小电影的情节了 反而因为不够猎奇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那这段时间里头日本警方在干嘛呢 也不是纯摸鱼啊 开完了G8峰会回来 首相把警示总监好一顿词啊 赶紧调案件 结果发现之前一个月调查了个寂寞 只知道露西名下的存款和信用卡失踪之后 就没交易过 基本可以确定是被诱拐拒禁了 在此期间 露西工作的夜店又有两名外国女性失联 领导靠前督导 效率呢可就高多了 通过排查露西的个人关系网 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个重要嫌疑人 支援成二 2000年9月20日 警方公开宣布 基本锁定房地产物业公司社长支援成二为 头号嫌疑人准备展开逮捕 这支援成二啊 原名金盛中 父母呢 是二战之后从韩国到日本的移民 他的父亲从开出租起家 替韩国黑社会收过保护费 开过小钢猪赌场 后来靠吃绝户积累了第一桶金 什么叫吃绝户呢 就是雇佣打手霸占在战争中 遗留的那些无主的地块 1969年他父亲在黑帮内斗之中被杀了 金盛中呢 死了父亲 但是意外获得了1亿美元的遗产 然后呢 他拿着这笔钱整了容 跟所有的亲属断绝了关系 大学毕业之后 加入日本国籍 改名为支援成二 来到20世纪80年代 他学他爸啊 大量购买东京周边的土地 通过炒地是大赚了一笔 巅峰时期拥有的地产估值 将近4亿美元 好家伙这是钱了 可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 日本经济泡沫 破裂了 他呢 一夜之间又倾家荡产 沦落到跟他老爹一样 替黑社会洗钱的地步 赴一辈子一辈 命运有的时候他就是个圈 为什么他会成为头号嫌疑人呢 不仅是因为他接触过陆锡 这位可以说是前科累累 光1999年一年啊 他就因酒驾事故被查了两回 因为在公厕偷拍女性被拘了一回 在公共场所猥亵女性又被拘了两回 你说不怀疑他怀疑谁呢 嫌疑人有了 可日本警方接下来干的事那是相当抽象 人都没抓呢 先指名典型的发了过公告 这不打草惊蛇嘛 支援成二听到信 马上就躲到神代川县的豪柴里头 他不出来了 然后呢发生了个更抽象的事 2000年10月3日 警方收到了一封署名为 路西布莱克曼的信 这信呢是打印的 自称已经不在日本了 让警方把钱还给他的债主们 随信付有一万美金的现金 和一份欠款名单 这招烟雾带就有点太二了 警方要是能上当 那就真别干了 10月9日 警示厅搜查一刻 以强制猥亵非法拘禁的罪名 逮捕了躲在家中的支援成二 他的豪宅里 搜出的东西 让警方是打开眼界 有什么呢 有大量的律房 就是麻醉剂 还有大麻 马飞 这些都是麻醉啊 精神类的药物 还在地下室翻出来了 四五千部的成人录像 其中大约有四百部 是他自拍制作的 用迷要侵犯女性的视频 因为录像画面光线不好 警方只辨认出了一部分受害者 但这也足有约150人了 别说 其中确实有一名金犯女子 不过呢 不是陆希 那名女子叫卡里塔·李奇威 1992年在东京失踪 四天之后 赤裸的尸体出现在了 神奈川县三浦市一家医院门口 死因是律房吸入过量 这当时是个悬案啊 这下属于意外发现 到这里虽然支援成二的银窟被端了 但陆希仍然下落不明 甚至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她的失踪和支援有关 接下来的审讯就很不顺利了 支援坚称视频里所谓的绑架呀 迷云侵犯呀 那都是盐呐 全是剧本 你们看到的都是play中的一环 众所周知啊 在日本收藏点录像啊 自己拍点小视频啥的 这不算多大的罪过 想要做成铁案 还得继续找更充分的线索 很快警方接到线报 陆希失踪后几天内 神奈川县三浦市海边的一处公寓附近 有人见过支援成二 说当时她拿着一把铁锹 沿着海岸线匆忙的走着 顺着这条线索 封锁公寓一查 里面还真有血迹 跟陆希的血型一样 但是因为这个血迹被清洁剂破坏过 验不了DNA 沿着海岸线搜查也没找到什么 这条线索就搁置了 接着警方又接到报案 一名加拿大女子声称和支援喝酒后 失去了意识 醒来已经在她的车里 因为拼命反抗才逃过一劫 开庭审理的时候 五名女性作证支援对她们干了同样的事 其中三名是外国人 这下可以定性投放麻醉药物这条了 但是属于猥亵未遂 而且和陆希还是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警方对支援的指控罪名 只能是多次实施准强奸行为 为了争取时间 前面说的1992年被裸体抛尸的卡里塔 被重新拿出来说事了 有录像有尸检记录 你承不承认尼坚杀人呢 支援陈二怎么说的呢 他只承认发生过关系 但是不承认用过麻醉剂 也不承认是在麻醉状态下发生的关系 你尸检减猪的药物残留 我不知道哪来的 反正我没给他下过药 自由男女发生关系 那总不犯法吧 很狡猾的一个人 完全规避了指控 到这里 警方唯一的希望就是 尽快找到陆希 不管是死是活 时间来到2001年2月9日 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 警方接到匿名电话 要求他们搜查三浦市海边的洞穴 这一搜啊 还真找到了个 只能容忍弯腰进去的洞穴 入口三米的地方 泥土有被翻动的痕迹 挖开表层土 下面出现了一个浴缸 里面赫然装了一具 被肢解的女尸 断面是电锯切的 很粗糙 一共八块 经过比对 这就是失踪了八个月的陆希 接下来 警方又在支援名下的公司仓库里 搜出了电锯水泥 大量购买干冰的单据 在他的电脑上还发现了 关于处理尸体方法的搜索记录 但是支援说 是他养的一条狗死了 为了保存遗体才买的干冰 水泥呢 是朋友寄存在他那的 都有理由 不过有两个证据他是解释不了的 警方从他的公寓里 发现了和陆希DNA吻合的毛发 他家搜到的麻醉药物里面 有两种成分是市面上买不到的 但1992年死亡的卡里塔体内 都有 围绕这些证据 双方反正就是各种拉扯吧 这案子翻来覆去 又审了六年 期间又出了两件很抽象的事 第一是还记得前面说过的 陆希家人征集线索的时候 有家叫周刊新潮的媒体 他们当时根据匿名宪报 把作案经过呀 犯人身份报的是 有鼻子有眼 特别详细 基本就差指名点性 说是支援干的了 支援以自己还没有被审判定罪为由 把这个周刊新潮给告了 然后呢 对方还败诉了 第二个 支援以个人名义 给陆希的父亲转了150万美元 毁过金 英国媒体呢 直接炸锅了 指责陆希家人拿沾血的钱 2007年7月24日 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支援成二对九名女性构成 强奸罪和强制猥胁罪 对卡利哈构成了伤害致死罪 判处无期徒刑 但关于陆希 因为证据不足 无罪 检方和陆希家人肯定是难以接受啊 这官司啊 还没完呢 2008年 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 制证期间 检方突然拿到了一个重大线索 在当地消防本部的报警电话录音里头 发现了一条2000年7月1日 晚上22点23分的录音 有个男人慌里慌张的说 有人吃药过量 要死了 问这个点了 还有能接急诊的医院没有啊 这通电话的注册地址 正是支援成二的那个公寓 之前的供词之中 支援成二承认过 他7月1日当晚一直待在公寓啊 这下他跟陆希被焊案就又说不清了 最后怎么判呢 二审宣判 一审无效 除原有罪名外 支援成二还对陆希布莱克曼 犯有强奸为罪罪 尸体损坏罪和尸体遗弃罪 恕罪并罚判处 无期徒刑 这个刑罚没变啊 可能有人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呢 陆希的死和支援有关 这个事终于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承认 这也算是对死者在天之灵的一种告维吧 最后插上一句 陆希的父亲当年收了支援成二 150万美元 后来呢 投资开发了个人报警器 但是收钱这件事始终还是充满了争议 你觉得他该不该收这笔钱呢 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